HELLO 大家好 最近看到一個朋友在社交媒體分享說 在淘寶上的購物價錢很便宜 價錢幾乎是香港店舖的三分之一左右 是不是呢? 田師傅以前真的做過淘寶 也做過 Amazon 我自己可以說是Online Shopping的專家 今天我們想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怎樣看Online Shopping 還有傳統的店舖 還有沒有得做 淘寶購物呢 我們需要留意幾樣東西 淘寶上面的Product 如果是Main in China 是關於一些生活用品的 價錢的確都幾便宜 同時在淘寶上面買東西 運來香港需要經過紮運 紮運一方面需要時間 另外一方面 那個費用其實都不便宜 另外在淘寶上面 香港買淘寶的Product 最麻煩是什麼呢? 當發現這個Product有問題的時候 我們的售貨物是非常麻煩的 因為淘寶上面大部分的店舖 都是要求買家 當發現那個Product有問題的時候 所以寄回給他 他出現沒有問題了 他再幫我們免費換一個 記住 換回來的Product 都是換到集運中心 我們還需要多給一次運備 運回來香港 當我們在淘寶上面買了一件貨 發覺有問題的時候 要寄回大陸是非常麻煩的 因為從大陸的角度 這樣叫進口 進口需要交稅 需要申報 所以很多的速度公司 他未必願意幫我們做的 因為那個手續太麻煩了 因此我會相信 大部分有淘寶購物經驗的香港朋友 他們會做一個精明的選擇 即是說 一些便宜的東西 沒有所謂淘寶買 就算發覺有問題 就扔掉它 因為那些東西不值錢 當他們要買一些進口的產品 或者一些貴價的產品 那時候 他們一定不會在淘寶選擇 一些Made in Korea Made in Taiwan Made in USA Made in Germany Made in Germany UK的產品 回到大陸 一定要打稅 那個稅 由幾十個Percent 到二三百個Percent 不等 所以 一些進口的產品 在香港買 一定比在大陸買的 一定便宜 在大陸買的 Online Shopping 始終是一個大社所趨 有人做了一個Study 就說 大概到203年左右 全球 大概八九成的Products 或者Service 將會在線上提供 一些現在開店的朋友 一聽到 八九成的服務 都可以透過線上來做 那我們便不需要開店 我們便需要側責 那又不是 目前的科技 有些產品 或者有些服務 是不能在線上實踐的 這些包括什麼呢 最簡單的 譬如飲食 剪頭髮 美容 或者美甲 或者 賣開一些新鮮的 蔬菜 魚 這些 一定要透過店鋪 或者就地的服務 才可以實踐 另外 每一個地區的人的生活習慣 也會影響到當地 Online Shopping 發展的速度和模式 以香港為例 我們大部分人的家庭 都是比較窄 比較小 我們的雪櫃很小 沒有那麼多空間 去把那麼多東西在家庭 所以 我們習慣了 每隔一兩天 就要超市 或者店鋪購物 買東西 這些生活習慣 就要提供到一個機會 讓當地 提供這些配套產品 或者服務的店鋪 可以繼續生存 這幾年呢 因為疫情的關係 當我們走開千花咀 銅鑼灣 旺角 會見到 很多店鋪鎖了 看見都心酸 幾年間都開不回來 這些店鋪大運做什麼生意的呢 遊客 車子品 同時呢 如果我們去回每一個社區 我們本地人住的社區的話 會發覺 很多店鋪 很多賣開 生活必需品的一些店鋪 這也是很好的生意 生存得很好 一些對金錢 對投資特別敏感的朋友 可能有興趣去問 這麼多店鋪撿了一顆 現在買店鋪就很便宜了 現在是不是一個買店的時機呢 從投資的角度 田蕭會認為 如果我們現在需要買店鋪的話 我會建議 看回未來的需求 如果我們的店鋪呢 是適合做一些飲食 美容 美髮 美髮 美甲 或者買一些新鮮產品的店鋪的話 這些呢 是屬於 日常用品 日常必需品 如果這間店鋪呢 適合做這些生意的話呢 田蕭會認為呢 都可以考慮 田蕭會今天呢 就想介紹一下後面這間店鋪 這間商場 它叫做新北江商場 它的前身呢 就是天水利的八百本 很多年前呢 就劏開一間間很小的店鋪 整個商場現在呢 成為了整個天水利 很出名 或者全香港都出名的一個 年輕人的一個朝聖的地方 裡面什麼都有的 幾乎淘寶上面買的所有產品 這裡都找得到的 一些飲食 美髮 美容 電子產品 一些消費品 一些潮流用品 全部都有的 所以呢 那些年輕人呢 是特別喜歡來這裡走的 這裡購買的 在疫情期間 田蕭特別來這裡做一些觀察 發覺呢 疫情期間呢 很多店鋪已經沒什麼人了 唯獨這裡呢 依然是人頭湧湧 或者呢 有些朋友聽到說 湯浦哦 沒有搞鬧 對的 從湯浦的這個 聽到這個名字呢 有些人可能 嗯 那個感覺不好的 同時呢 從投資的角度來講呢 可能是另一件事的 這裡的店鋪呢 投資銀碼很低而已 幾十萬到百零萬左右 一個月大概收到四五千元的租金 它的匯報率呢 大概有四五厘 是高於全香港很多住宅 很多死截 所以呢 單純從一個投資的角度呢 田蕭認為呢 我們絕對值得考慮一下 這個新北江商場 下一集呢 現在田師傅呢 會特地拍一集關於新北江商場 我們一起探討一下 這個 是不是一個 很好的投資機會呢 田師傅這個頻道呢 是專門分享我自己 對一些樓宇投資的 一些看法呢 一些經驗呢 如果你都覺得 咦 都能夠學到一些東西呢 都對自己要幫助呢 幫手訂閱我的頻道呢 或者分享給你身邊的朋友 我是田師傅 我們下一集再見 再見